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殿下 你怎么过来了 我都听说了 你搬出了丰府 我到处都找不到你 才想起之前你住过此处 殿下有心了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无论发生什么 玉凤阁永远是你可以回来的地方 世人都在嘲笑冬月 可嘟嘟殿下对冬月说了这些话 可我若是搬回了玉凤阁 不知外界会传出怎样的流言蜚语 我爸殿下会说牵连 你我之间不必如此 殿下 冬月心意已决 你旨意如此 我不能勉强 只是 我有空可以来看看你吗 可以啊 我跟殿下永远都是好朋友 好 府中下人可有善谜的 下人中连识字的都没有几个 更别说情色争谜了 大人怎么会问这个呀 大人怎么会问这个呀 我昨夜在院中 听到了笛声 许是哪个丫鬟觉得文雅 偷偷学的吧 我看见什么 主持人 我看见你 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 伤害 识归就没有 这项爷耳通慕名 昨晚会发现端倪的 到时候就算有什么蛛丝马迹 冯夕心里已经没有我 便不会在意了 你 当真都放下了 我没事 到时难为你了 冯夕出了那么大的事 进度杂谈都没办法写进去 难道我浓墨重彩 写相爷是如何数乱中期的谋 什么数乱中期 我告诉你 你这人成天乱写小书的东西 这个千万不能写 我难道不知道吗 说我乱写 就你最了解相爷呗 当然 我成天陪在小书身边 当然比你了解得多 知道什么叫神交吗 不是整天跟着就算了解的 那还比想跟着冯大人 而不可得的人强 我 好了 你们俩在冬月姐面前 比谁了解相爷 太不害臊啊 对了 鲁兄 我还有一事相求 往期的京都杂谈里 写了太多我跟冯夕的过往 不宜在坊间流传 已经吩咐回收了 可是期数太多了 人手不够 你最近没事 你去啊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不知 最近怎么了 像斗鸡一样 有冯向爷 和冬月姑娘的七术 就是方才说的那些 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你记住了吗 你可别出什么差错 行了行了 东西在哪儿 我在这里等约来的初刊 你们两个 把他带去仓库 是 大人 废话那么多 到了公子 请 请 请 京城怎么会有这么多 无聊的人 多看这种破书啊 到了公子 我家大人的京都杂谈 如今已是京城 销量第一的书籍了 低所 你一天 你一眼看我 就不透了我 你一眼看我 忽如凝尘 名幻子鸢 荆中公子纷纷传以为美 举其当取 怎么样了 这也能往上写吗 你你你 我总算知道你这不良巨星了 我什么不良巨星啊 你还给我装 这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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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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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龙子 有有 compose 这龙子像 Jay 这龙子像今夜 怎会有这份闲心 来陪老夫喝酒 龙儿 votre帽 是想跟侯爷小酌 击被啊 来 来 进江城之事 请问相爷什么江城之事 陆世子觅寒已至 侯爷看看 好 好啊 令郎真是得利啊 短短数月 这大军 已经筹备得差不多了 老夫被禁足京都 犬子在黎云 一定心急如焚 怎会不得利 侯爷如今是万事俱备 这位只欠东风 如果没有大义之名 起兵就是乱臣贼子 人人得而诛之 说实话 这相爷所说东风 其实老夫早就不缺 既是同道中人 我不妨可以告诉你 这浩山国的降书 确实在老夫手中 当真 相爷不信 这当年左相是明将军的监军 他授意我半途中 用假信函调换了降书 试问这天下除了我 还有第二人见过降书吗 原来详公正是小见 不信 再也认为 不信 对 也认为 你说 我说 这误不动 罗友 他们不信 我会让冯相见到降书 一旦陆世子起兵礼宇 那么陛下 必然会拿侯爷开刀协分 不见降书 冯某怎敢为侯爷开酒门放行啊 爷爸 我告诉你 半月之后全子会自带降书入京 到时候 还要靠冯相接应 包在冯某身上 如此 就敬我们 大业得逞 一言为定 请 大业 我 要是 我 要是 没有 起床 我 是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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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就是 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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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挂的是什么 相爷不记得了吗 之前你命画师画的 今日刚刚送来 我让他们挂在这儿 是吗 不取下来 我看看 笔触细腻 形神俱备 不愧是京中最好的画师 的确如此 不过我的书房 经常有朝臣出入 怕是不妥 关到你房间吧 是 那就一相爷所言 取下来吧 是 夫人 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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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你的 居宫 感谢观看 等了 进来 怎么了 小叔 你看这儿 你又不是女人 有什么好看的 我问你啊 我这个刺青怎么来的 刺青在你胸口上 你怎么会问我呢 不但这个刺青 最近好多事我都给忘了 是何缘故呢 为了冬月节好 我一定要替她瞒下去 小叔 你前段时间 的确生了一场大病 我找了好多名医 给你医治 但终究束手无策 所以我才忘了 跟雨柔的一切 我还忘记过什么吗 说来也奇怪 别的事也没有太大妨碍 天下竟然有这种怪病 那我这个刺青 也是为雨柔而赐的 正是 她喜欢冬青花 对啊 你没看到后院 种了这么多冬青花 不是为了她 难道是为了我 是为了她 你也下去吧 夫人 衣服给您准备好了 但是这衣服 怎么了 会不会有点太漏了些啊 相爷心中 已不再有冬月 又对我心怀愧疚 这不正是我的大好时机吗 恭喜夫人 守得云开见月明 你不再有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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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他想要rom ou 你不再有冬月 那我负了那子 我负了你 我负了你 明天 舍小顾 你不再去 我负了我负了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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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让雨柔成为相爷真正的女人 有些事情 总敢就不太对见 哪里不太对见 相爷为我见月圆 我们一起画像 出声入对 我们本该如此啊 有些事我还是要再想想 那相爷要想到什么时候啊 不知道 等相经说再说吧 天色不早了 赶快回去歇息吧 好 那我就 不打扰相爷歇息了 我忘记的那个人 真的是雨柔吗 你在做什么 我丢了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我帮你找 不用不用不用 那个 是个没脸的木雕 你看到过吗 没事 我自己再找一找 睡好了啊 嗯 紫妍小姐 紫妍小姐 等等 这个木雕 我们刚刚打扫到 骆少爷的房间 发现了这个 没有脸的木雕 就想着 是雕坏了的木料 准备把它扔了 它不是雕坏了 它是 没事 你们先去忙吧 这个我自会处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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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一点了 你这个傻样 没有人能比我磕得更像了 怎么是你 柔夫人呢 夫人她病倒了 所以今日才吩咐小悠过来给相爷奉茶的 好端端怎么病了呢 大夫来看过了 说是平日夫人思虑成疾 再加上有心事 才机遇成疾的 你也下去吧 是 机遇成疾 冬月姐姐 闻心 你怎么过来了 殿下哥哥告诉我你住在这儿 我就来找你玩了 你再剪下去 这花都要秃了 卢川送了我这盆花 可惜我不太懂花艺 浪费了他的心思 我的兰花送给殿下哥哥了 要不我们带着这盆花去参加品花大会吧 这盆花能参加品花大会吗 你不知道 品花大会上的糕点比盆栽样式还多 不过 不过 只有带着盆栽才能参加 原来 你是想去吃糕点的吧 姐姐都等我了 我们只是去吃糕点 不去参选 去嘛去嘛 好 我陪你去 谢谢姐姐 姐姐最好了 这盆花是最分的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 真是娇艳于敌 文心 冬月 殿下哥哥 殿下也来参加品花大会 是啊 我听文心说你们会来参会 所以我也来凑个热闹 大外蛋怎么来了 别无人说话 是 相爷体恤雨柔 带我出来散心 雨柔很高兴 府里上下都需要你的打点 希望你的兵早上康复 不如我们先带文心 去吃点东西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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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呢 我的十二盆栽 没事吧 文心 这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这就是你说的十二道之一 对啊 大会马上开始了 少了一盆 怎么办嘛 那我再想想办法 对了 你那盆通心带了吗 借我用呗 带是带了 带是被我捡的 没事 评问也没几个懂花的 说不定能门混过去 还是 就这么定了 诸位 今日十二道花卉 每一株都是名品 加上玉花人的精心培育 真是千姿百态群方敬言 现场有八名贵宾 作为匿名评判 将自己最心仪的一株 写在纸上 哪一株获得的赞赏最多 将评为本届 品花大会的万花之王 踏雪寻梅 得两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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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摆大家 好 好 看来还是有人懂得 冬威姐姐的嘛 这就叫做千金易得 知音难求 好 华鹿云长 得三票 审出 听闻李夫人 也是拟名裁判之一 不知选了什么 我选了踏雪寻梅 牡丹虽是国色天香 但是我更喜欢 梅花的含蓄之美 夫人真是好眼光 花意讲究封捡得宜 若是捡得太多 还不如葬花呢 三皇子殿下 各花入各眼 捡得多的 未必没人喜欢 东青花不也有一票吗 东青花这一票 莫不是三殿下 为伯家人一笑所投的 我并非评判 只是实话实说 绝不会循此舞弊的 那这就奇怪了 究竟是哪个部长演的 投了东青花一票啊 是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只认识 我再来 我再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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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看 相爷 你说我胸前的东秦花 是我们爱情的印记 但我看到你却不甚喜欢这东西 相爷误会了 我就是太过喜欢才会生气 气那株花被剪得毫无章法 是这样的吗 自然是这样 相爷梦要我多想 还是早些歇息吧 嗯 你先去吧 是 是 laughing 殿下 这是 我给你拿了盆新的 我特地找工匠修剪过的 不用了 内盆我已经养了很久了 不想再坏新的了 就算他如此凌落 你还是对心的不屑一顾吗 我听闻陛下 今日让殿下接管了左相的大半事务 殿下日理万机 怎么有空来看我 因为陆远潼的消息 我知道你一定会感兴趣 陆远潼不是被软禁了吗 我收到献报 陆远潼之子陆正明 正在黎蕴招兵买马 扩充军备 你怎么会想起来 算算时日 离定远之乱 也不到三个月了 定远之乱 是否真的无可挽回 就我也不确定 不过殿下 如果有陆远潼的消息 你一定要告诉我 好 那 这盆东青花 我会好好照顾它的 那就好 可叹哪 陆侯爷跟老夫 皆为陛下左右的 骨功重臣 如今 却落得双双倍裁权的下场 实在可叹 闪开 本侯被禁足正是拜相爷所赐 相爷竟敢还在这儿说风凉话 侯爷认为老夫跟你斗了这么多年 只是因为看不惯侯爷 我没那么蠢 你我二族鼎立互相制衡 正是陛下乐见其成的局面 所以这一剑 老夫定不会射出去 侯爷果然是大局 那侯爷就不奇怪 老夫 为了什么样的大事 竟然违背陛下的禁足令 前来见你 侯爷 二十年前的事 又死灰复燃了 如今想盖也盖不住 你是说明家 方剑军 陆副驾 这可是昊山国国主 向我们发来的详书 明将军带领我等三战三截 这昊山国主才吓破了胆 献了降书 将军你功高至伪 回朝去陛下必有重赏 方剑军说笑了 陆副驾 速速八百里加急 呈给陛下 是 我还怕陆副驾你不来呢 方将军太小看我路远通了 陆副驾 办成此事 你我都将飞煌腾达了 侯爷 我们二十年前欠下的债 如今竟然有人讨债来了 我敢断定 这冯夕就是明家余孽 你有何证据 我是凭直觉 我若有证据 我早让他人头落地了 还用得着跑到这里来 与你偷偷商量吗 现在我要提醒你 你好好想想 冯夕这样 接近你区域的冯营 他是不是要利用你 或者领有所图 若真如相爷所说 那冯夕便是要骗我而降书 降书 什么降书 相爷何必明知故问 降书不是早被我烧毁了吗 你 你到底耍了什么花招 将军 为何要伪造一份假降书 方元设计陷害明将军 我就担心这事成之后 鸟进攻藏 所以 我必须有一份真降书 留在身边 你 你这是小人之心 坏了大事 久事不计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立刻阻止冯夕 得到我儿降书 侯爷说得对 现在只能将计就计 就以降书为诱饵 调冯夕上钩 这次定然让他有来无回 此计永绝后患倒是高明 只是 只是相爷一定要手下留情 确保我全子安危 侯爷你放心 陆世子是你的儿子 我跟他无冤无仇 何必害他 他们约定何时何地见面 冯夕一旦将降书公诸于世 皆是你我定然 先入万劫不复之地啊 莫非 周秋天 陆远潼终于露出了马脚 一旦拿到小叔 就能证明明家的清白 为明家五十四口人命昭雪 也不会让您的灵贷 委屈在这间落实 而是堂堂正正入驻皇陵 中文字幕 李宗盛